物價漲幅居高不下 因此各界市關心說 國內有沒有可能因為通膨高漲 所以導致經濟成長下滑 CPI年增率大增 央行總裁楊金龍師表示 如果下半年受全球經濟不佳的影響 那今年的經濟成長是有可能不保 百分之四 而且基於維持物價穩定的法定職責 央行的貨幣政策立場 依然會朝向緊縮的方向前進 沾粉再放進油鍋 炸得金黃酥脆的雞排 深受不少民眾喜愛 但近期各種原物料價格狂漲 有連鎖雞排業者調漲五到十塊錢 不等 最貴一片就要八十元 多家衛生紙業者也表示 將觀察原料價格趨勢 適當反應成本 國內物價漲不停 日前主計總處公布最新物價指數 四月消費者物價總指數比三月漲 百分之零點七六 年增百分之三點三八 大創一百一十六個月最大漲幅 雖然主計總處強調 目前國內沒有達通膨現象 但央行總裁楊金龍 上午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表示 物價持續在上漲是事實 如果今年下半年受到全球經濟 不佳的影響 今年的經濟成長 有可能不保百分之四 有學者認為臺灣下半年出口 其內需可能會雙降 那停職性通膨的可能性高 我們第一季的經濟成長 主計總處說三點零六 比預期的它都還高 所以說你認為很樂觀 應該是說下半年的經濟成長 會受到影響 那你認為國內的GDP保釋 有沒有下修的餘率下半年 有可能 楊金龍表示 第二季輸入性通膨壓力 還是會上升 第三 第四季輸入性通膨壓力 則會下降 預期全年物價漲幅 還是會在百分之二以上 至於美國聯準會 在四號宣布升息兩碼 預期六月至少還會再升息兩碼 央行是否會跟進聯準會升息 也引發關注 針對國內高房價的問題 央行從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以來已經四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 楊金龍也在透露未來不排除針對房價漲幅較大的地區實施地方性的選擇性 信用管制 縮短二十年或三十年以上的房貸期限 也可能針對自然人第二戶房貸進行乘數限制 記者我有陳昌會推報導